中王16倍落到14倍 搶手 沈澤成當然有過關票 臨場美好祝福繼續是熱門的38元 42元就是海中寶 45元很近的就是那隻搶手 10倍就是日當頭 首尖一線就是74元 10隻馬跑而已 他一開始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匹 見到埋便的位置粉藍衫那隻 就是美好祝福的 外擋在日當頭中間搶上來 就是哈哈霸小飛將 在裡面第五位就是搶手 在後面的一搭 先看到首尖一線紫禁 尾三位置成功王 暫時包尾一隊的馬 有太平洋和海中寶 剛剛轉這個就是14米彎的時候 前面放頭就是美好祝福 貼蘭佔先一代 半個身位外面開始殺了 還有這隻就是日當頭 中檔位置就是小飛將在第三 內蘭第四位就是搶手 第五是蝦霸放不出 在第五位 在後面的馬匹 一路數下去有首尖一線成功王 尾三位置就是紫禁 尾爾都留得挺辛苦 就是這隻太平洋 看看他一會怎樣衝 暫時殿後的馬匹 就是這隻海中寶 剛剛向著這隻 大約一千米斷駐快的時候 前面美好祝福 按著姜誠只控制了部速 貼蘭佔先了大約一個身位 在外擋的第二位 是無法來日當頭的 中檔一直頂著的第三位 就是小飛將 在後面第四 就是這個哈哈霸 內蘭位置就是搶手 在外面就是首尖一線 一路數下去就有成功王 大外擋開始上了多少 就是這個太平洋 在後才看到海中寶 在後面暫時都退了下去 就是這隻紙禁 開始轉回中間的時候 剛剛過了六百米斷駐 前面美好祝福 還是按著姜誠 帶下過幾身位 很有形勢 中檔立上來就是這個小飛將外擋 騎緊就是這個日當頭的 最後當時的馬匹 還有大外擋 就是這個首尖一線 埋面發兩邊下去 還有這個搶手的 全部馬都走出去外面 有這個海中寶 成功王 還有這個太平洋 入到最後二百多米 前面美好祝福 乏力了 中檔立上來就是 首尖一線日當頭 埋面小飛將 還有多少 在入面內蘭為止 搶手大外擋 就是這個成功王 差不多鬥到最一百米 首尖一線 首先特為出 外擋三隻纜馬上來 就是這個成功王 埋面小飛將 各有點第一名 首尖一線 第二名成功王 第三名小飛將 第四名日當頭 結果這場賽事毀達了 贏回一場 首尖一線 這隻馬都交代了 八歲的馬 第二名就是成功王 第三名小飛將 第四的日當頭 太重線了 零零小小贏了 那麼成功王 跑到第二 今天跑回來了 成功王 上次都開始覺得好一點 好一點 但跑得不是很好 給他多一個機會 九病初遇都要多一點時間 小飛將都在 小飛將都選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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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如何都 很有趣 小飛將都很可愛 每次都會這樣 對 但又不是滑出來 滑得很快 不是很快 但是後面 扑上來的 很厲害 我都覺得他很厲害 他要查一下 以往偷偷埋 當然要熱一場身才行 所以數據有時候會變 你查一下以前好像是不好的 這樣頭髮 沒辦法了 這日美好祝福 今天看過這日馬 他對泥地 很普通 這日馬 是嗎 這日馬 這日馬 都看得到 反而搶手 既望他在這裏找到出路 但跑下去也是這樣 用的狀態都保不到這日馬 其他不足 狀態很漂亮 你看看還可以出什麼符 可以出多少 都可以出曬 如果跑到泥地之後 其實 沒有辦法了 這隻馬 最多下次 如果他可以維持到 這次的狀態 在草地上 千八都最多撞他 這隻成功王 導致黎海榮要停賽三天 阻到海中寶 快來了 你看看他怎樣轉位 影響了那隻海中寶 就快了 現在還在尾三的位置 海中寶是在那裏上的 這裡一滲滲滲 他出了他沒有望 他沒有望 所以他阻到人之後 他才看一看 那咳到的海中寶 已經肯定要收慢了 不知道會不會是這個原因 又影響到海中寶 有的 交到大概水準 他都不是有什麼分在手的馬 始終 不過因為上場好像草地都上來 覺得這隻馬 可以今次再好一點 有打就沒有夾 沒有計 那就整定了 其實是整場